人性最宝贵的东西是有感情,懂得感恩,尤其是那些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的人,这些人应该是你的贵人,你应该要记住,甚至要学会感恩,或许故事中那些后爸后妈的事情,让大家误以为所有的后爸后妈都是坏人,而今天小编要说的这故事,其实是一个相反的故事,因为小编觉得故事主人公需要反省,先把悬念留在这里。 网友自述,本人叫天明,爸爸妈妈因为各种原因,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,离婚之后爸爸妈妈离了家,爸爸也外出打工了,很久没有音讯,我跟着爷爷奶奶,但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,爷爷奶奶也去世了,因为家里亲人都走光了,我还小,一个人就去投奔了我的小婶子,婶生家只有一个姐姐,所以对我也很好,但是在我去的第二年,婶生生了一个弟弟, 从那一天开始,我觉得我的日子发生了改变,但事实上,但事实上,婶子也还是一样很疼我,可能是我的心里发生了改变,高中毕业那年,我十九岁,虽然我很努力,但是我并没有上大学,因为婶子无力承担我的大学费用,毕竟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也要上学, 而且我也不是亲生的,所以我就带着怨恨出去闯荡江湖,其实就是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出去打工,出去打工我很努力,但是在外面生活真的很累,而且心里也很思念家人, 所以虽然心里还是对自己没能上大学这件事情怀恨在心,但是我还是回家了,就在回家那一年,带回了我的老婆小丽,小丽是个好姑娘,不嫌弃我的家庭,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我有自己的房子, 因为爱着小丽,也觉得她的要求很合理,我就把攒了几年的钱拿了出来买房,但是因为还不够,婶子看出了我的难尾,很爽快地给了我八万块钱,就这样,我顺利地和小丽结婚了,结婚以后我和小丽就住到了县城里,并且租了个门面,自己做起了小生意,因为我和小丽都能吃苦,而且待人和善,所以生意也很不错,最近婶子经常来我家,而且一来就是很长时间, 几乎每天都来,因为家里实在忙,婶子一来,老婆就得陪着,没法干活,所以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,就问婶子来干什么,没想到婶子直接说了,她是来要那八万块钱的,因为想给弟弟也在县城里买个房子,听完了婶子的话,我突然明白了,原来婶子并不是来家常的,而是来要钱的,但是我们现在事业刚刚起步,还要还房贷,根本没有钱还给婶子,所以当时我就好, 很生气,原来亲生的和不是亲生差距那么大,瞬间开始讨厌婶子,听完了网友的叙述,小编其实要说的是,你的婶子对你已经很不错了,毕竟在你最艰难的时候,爽快地帮助了你,虽然要钱有点早,但是也是为了孩子考虑,当妈的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呢, 你应该理解,或者说你应该和婶子商量一个解决办法,而不是抱怨,或者带着别的思想,你的婶子是个不错的长辈,对你很好了,你应该要知道感恩,知道孝敬